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明显的 那么为什么吃盐多了会引起血压升高呢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 比如说我这顿饭吃得咸了 我就会口渴 想喝水 此时我们的肾脏也会主动地减少水的排出 这样就会造成水纳储流 血管里的溶积增加了 那么我们的血压自然就高了 同时老年朋友随着他的年龄增长 他的血糖 血脂 尿酸等等因素 都会导致他血管的内膜发生周样斑块 他的中层 平滑肌发生弹性的下降 最后就导致了血管的硬化 同时老年人由于他的心理素质的下降 他经常会出现晚上睡眠不好等等 这些因素都提示了 他的自主神经调节的功能有下降 特别是胶感神经活性增高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在我们的身体上 我们身体调节血压的机能就下降了 这时候我们的肾脏 当然也包括全身的其他器官 都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 就是分泌一种类似于激素样的物质 这种物质会使我们的血压进一步地升高 这些实际上在我们身体里 它都不是一个孤立的 它是形成一种网络的 是互相促进的 那么这座网络的效应 就导致了我们的血压高越来越高 而且服药有的时候也很难控制 我们有的时候吃某一种药 它的血压并不能达到一个理想的降压状态 那么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种药 没有切中您这个网络上面的某一个连接点 如果说我们打靶打得准 正好打在您现在这个血压高的靶点上 那我们降压效果就会比较好 但是呢因为药物比较多 每个人呢病情也比较复杂 有的时候我们吃药呢 就感觉好像没有效果那么好